陳委員早 主席早 昨天你應該有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中國 這個發布了一個所謂的 孔主和平獎得獎人 是我們的連戰先生 你有看到嗎? 這個消息我有看到 你要最後感想 我的了解是 這個是他們民間的活動 大陸的官方已經否認了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他們 成立所謂的孔主和平獎 最主要是因為 那麼要火定 所謂的諾貝爾和平獎 頒給劉曉波先生 那我想最主要也是因為 這個劉曉波 在中國他追求的是 自由民族人權 所以世界 肯定了劉曉波 對中國的所謂 民族自由的一個貢獻 所以頒給他 諾貝爾和平獎 那今天 當然我們不談 這個連戰 到底 為何能夠得到中國 所謂肯定的和平 這個意義啊 但是我就覺得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過去諾貝爾 頒給高興建 頒給李正道 等等這些人 中國從來沒有緩談過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頒給 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 這樣 中國就認為 這樣是在顛覆中國 其實很簡單啊 中國的 這個 他們的一個 核心家族 跟台灣不一樣的 最大的地方 還是台灣跟中國 跟世界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民主 住有人錢 我想這一點你很清楚 你也應該很了解 也是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要在這裡 進一步 來請教 第六次的江城會 為什麼會在十二月中下行召開不可 原因何在 好謝謝委員 這個是制度化協商我們這兩年多來的一個慣例 就是大概一年就是舉辦兩次 一次在大陸那一次在台灣 那因為這個議題的學商上一次在第五次的時候也都已經確定了 我已經懂了 你就是說徵訓過去的慣例就是每半年召開一次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今天剛剛您的報告跟高 秘書長的一個報告我們發現 今年這一次只有兩個議題嘛 一個就是兩岸 醫療衛生的一個合作議題 另外 就是投資保障協議嘛 那麼大家也很清楚 兩岸醫療衛生 這個議題 事實上所謂的五步 其實我們原來就有了 其實也不需要再經過這一次的一個協商 那麼來達成這個 援使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 最主要我們必須 我們大家全國在關切的就是 第六次江城會 適合能夠援使 所謂的這個 投資保障 我想 台商的投資保障的這種潛力 在大陸 是被剝奪的 我想你也很清楚 我想從九十四年 我們台商的貿易糾紛 一直到今天 我們每年 貿易糾紛的案件 都在升高 從九十四年的一百多件 到 今年的七百多件 我們看看 在我們福建的普田 這個潛力 管了我們多少台商 都是因為我們在投資 這個 這個 糾紛上 沒有管道可以去 仲裁 解決 中國人都跟我們笑喔 說我們第三次 不知法 不守法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控喔 台灣跟中國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中國不重視人權喔 沒有民主自由的觀念喔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你的 既然你跟我說 所謂的 投資保障協議 不簽 那你為什麼一定會在 所謂下行 會簽這個 會舉行這個第二處的僵制會 不可 你跟我們 簽一個那個兩岸醫療衛生合作 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要為何要簽 而來舉行這個 會談 讓會那麼多的人力 一個成立來 就要動用了三千多人來保護他 需要嗎 一定要這樣做嗎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喔 兩岸衛生醫療合作協議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喔 那投保協議也非常的重要 醫療衛生主要是我們要兼顧我們國人的 這個保障國人的健康喔 消費者的權益 以及兼顧我們生計 這個我們都很了解 對 前史的內容 事實上 在你的報告內容 我們都有看啦 那事實上 其實 你要堅持的這一點喔 原來的所謂 堅除五部原則 我們就有啦 不涉及 醫學 人才的一個培養 本來就有啦 對不對 我想這個五部這個原則 這個不開放大學 大陸醫 醫術人員來台考照 這本來就是我們這已經有 有有有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政策 就是這樣 大陸人數來台 我們是擔心社會誤解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的說說 你們都完全是為了會談而會談 不會 你今天我們也不會為簽而簽 從昨天的報酬 從前天的報酬 大家在關心的 所謂的投出保障協議 你不簽了嗎 沒錯吧 不簽了嗎 這一次還不及簽不是不簽 為什麼還不及簽 你接的最最滿力的有多少 你接的最滿力的 我們對過去所簽的十四項協議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進展 我問你啦 後運包機 為什麼你沒有簽到 有啊 兩岸之間為什麼沒有簽到 都有 這個這個 這個 為什麼沒有簽到 第二次江程會的時候 後運包機都包刮進去了 所以是這樣委員 我們不能為簽而簽 第五次江程會放入了說 第六次江程會要談這兩個議題 但是一個 現在我們的制度化 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簽到 我們認為我們 對台灣的利益的保障 我們滿意為止 那這個議題很專業很技術 所以我們持續在溝通 持續在協商 那對於台商而言 如果我們為簽而簽 簽了一個我們不滿意的 然後台商也不滿意的話 那這個 這個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不要為簽而簽 對我同意 不要為了說 我們每六個月會再舉行一次會談 不可 而來舉行這種 這個協商 那因為醫藥衛生 你想想看 你這一次 事實上我們很清楚 大家全國都在關心 您就是這個 投出保障 這個協議你不簽 我要告訴你 其實台灣跟中國的所謂的文化交流 清貿交流 甚至於人民的交流 在正常的一個管道 坦白講沒有人會反對 兩岸的和平 大家都是期待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 今天為什麼每一次江城會 就那麼多的民眾 跑到那裡 那麼再抗議 為什麼 你知道吧 就是因為你們都不透明 都不首先來向這個立法院報告說明 讓人家瞭解你這一次的前史的內容是什麼 到今天為止 比較關心的 這個台商的這種保障協議 你也沒有來做說明 而且上一次的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請經濟部長來說明到底要學上什麼 也不知道 後來就證明說不簽了 就一句話 什麼時候要簽 這個在什麼地點要簽 到今天為止 也不透明 也不公開 這個有什麼好保密的 我不瞭解 你是在怕什麼 你是在怕什麼 在協商 當時要學生 為什麼民眾會抗議 這個民眾有民眾觀感的問題 這個我們了解 所以現在江城會 制度化協商都讓他很單純化 就是為協商簽署協議 而舉行 那剛剛 再跟委員報告 就是江城會談 他不只是要去簽署協議 他還要去檢討 雙方過去協議的這些成效的結果 來以側進 未來要去改進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也就是說雙方在對話過程當中 有一些面對過去的問題 以及未來我們要提出哪一些 agenda 這個也會在對話裡頭 所以每半年一次的這個機制 的確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認為是還有必要 那因為這個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是很重要 因為是國內也很大的期待 所以我們覺得說 雖然投保 我們一定的進展 但是這個醫藥衛生 我們現在已經進展很多 我想醫藥衛生也好 這個台商的保障協議也好 或者過去的所謂衛生合作的一種 協議也好 其實像上一次 不是台灣也跟中國也簽了衛生合作協議嗎 那個是食品安全嗎 食品安全嗎 不是嗎 簽了嘛 對不對 簽了嘛對不對 有沒有簽 有簽嘛 那三季清安 我們求償的部分 後來有沒有賠償 簽了沒有用嘛 行動服務嘛 沒意義嘛 這個民事訴訟的問題 這個的確是比較複雜 我告訴你啦 中國就是一個 這樣的時候 沒中市人款 趙連海你認識吧 他是為了一個孩子 吃了三季清安 聖結石 結果他們就去抗議 就把他抓起來 說他這樣的時候 去亂室 就判了兩年半 今天我要告訴你 這次都是故事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中國違反人權的一個例子 台商在大陸 都沒有任何一個保障 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抓起來 那如果這個部分 我們 如果說 我們台灣 既有這個海基會 又有 我們的 這個陸委會 在做台商的一個 這個後盾 我們沒有辦法保障 事實上我們都很難過 對啊 今天我要在這裡告訴你 其實台灣啊 不算你在講的 你在報告裡面講的啦 蛤 我們就要當為 這個四小龍的龍頭 台灣的經濟 不是完全靠中國啦 你不可以這樣一面了 你要說台灣的經濟 好轉我同意 我們從來沒有認為 這就是我們的政策說我們要靠中國 我告訴你 台灣的中國不是完全靠 台灣的經濟不是完全靠中國 我想我們台灣要面向世界 沒有錯 我們當然不能夠屁股變成中國 但是我們也有能力 我們也可以在 這個整個台灣的一個 整個世界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 惡劣環境下 我們也有生存之道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 現在的中國對台灣 我們也一定要很注意 它是要用經濟來控制中國的 現在我們 看到的台灣的整個貧富差跡 是越來越大 未來1月1號 EKWA正式生效以後 會不會我們的 這個貧富垃圾 會更大 事實上我們都在 靜光幾倍 今天你不能夠 這樣一昧的 宣示 宣導 讓台灣人民 誤以為 台灣的經濟 會靠中國 不可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認為 我想中國的經濟結局以後 他是不斷地在威脅台灣 這一點你很清楚 中國市場是世界市場很大的一塊 中國市場 對 也是台灣的 這個應該要有的一個市場的一個面向 但是不是全部 沒錯 我完全同意這個話 這是我的政策 你講的很 你剛剛你的說明就是說 我們台灣可能是未來的這個 樹小龍和龍頭 是完全靠中國的經濟 這就是IMF說的 對不對 你你這樣說完 我不同意 但是我要很清楚 那我們也沒有說 我們的經濟要靠中國大陸 完全的要靠朋友 我們就很怕台灣在 在經濟上 在增加中國的談判也同時 我們的台灣的這個主權 在不斷地被流失 我想你身為的陸委會之委 你無時無刻 你一定要捍衛台灣的主權 這個完全同意 最重要 就是在保障 保護台灣的民主 自由 人權的一個核心價格 完全同意 好 謝謝